本港新增新冠病毒个案回落到300众 新增本地感染278众 输入个案有22众 其中119众是核酸检测阳性 181众是快速测试阳性情报 邀局说鉴于疫情回落 市民对指定诊所需求持续下降 稍后会分阶段将部分转回做普通科门诊 先恢复周末和黄昏诊所服务 当5名患者昨日在公立医院离世 由53至88岁 其中最年轻的女患者患糖尿病 上星期日在家里暈倒,撞到头 昏迷约10分钟 送院检查时发现脑出血 并验出病毒量低 之后情况转差 然至昨天早上离世 第五波累积有9100人死亡 中大校长段从智日前获逐聘3年 被政界批评协缺公开咨询 中大说校董会的决定依照大学条例和规程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连日赞文批评段崇志 处理中大黑暴有政治错误 据了解校董会表决逐聘的段崇志的时候 超过50名成员中有4票反对 也有消息引述反对的校董华 本届校监和校董会主席即将卸任 質疑有没有需要急于下决定 中大发言人回应说 校方在过去两个月一共进行了8次咨询会议 听取校董会成员、大学管理层、学院、书院院长、 学生、员工和校友的代表意见 和校友代表的意见 说普遍全面是支持续任安排 行政会议接纸人陈志思认为 李嘉词仍然有很多民生工作要跟进 会有自己的时间表 正正在疫情当中 其实社会上还有很多的议题是重要的 包括我们现在怎样去能够将我们的经济去复苏 加强我们的竞争力 还有23条立法 这个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这些议题都是重要的 所以说政改这个我相信 至于他会不会过渡至下届政府 继续担任行会召集人 陈志思就认为 相信新一任特首有新人士 会是更好的安排 相信他会有更合适的人选 对于立法会议员迪志远认为 政府推动政改都是宪制责任 李家超重申 并非第六届政府优先处理事行 第三个选举都正在进行着 我们只是落实了 落实了完善选举制度的过程 完善选举制度的实际成果 是第六届政府和立法会 以及社会大众 应该共同去探讨 将它的成果全面显化出来 当我解决了所有问题 不过我觉得社会问题实在很多 我会期望我们逐一解决之后 社会当它告诉我 我们没有问题了 这个就是我最开心的事了 行政上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到房街市等三处地方 了解民生和长者的情况 李家超下午先去到赛马会在沙田一个中心 了解落灵科技等仪器 本身是行会召集人的社联主席 陈志思亦都有陪同 李家超之后去到大埔泰和村的落群社会服务处 特留近半个小时之后离开 最后一站去到天水围天恩街市 和部分商户谈谈 他说是想和市民接触 强调感受社会气氛很重要 特留了约15分钟之后离开 今天开始过去14天曾经在海外地区逗留的非香港居民 和本地居民的入境检疫安排相同 有传染病专家认为入境人次上升 造成新加坡的爆发风险不高 但要留意是不是有新变种病毒流入 早上港的航班大部分都是来自东南亚 当中有人是游客 有从澳洲来香港工作的人说 很难预订指定检疫酒店房 非本港居民和本地居民一样 入境之前需要完成接种疫苗 起飞之前核酸检测阴性 和预订指定检疫酒店 抵港之后接受检测代行 之后由指定车送到去检疫酒店 接受强制检疫最少7天 期间接受多次检测 当局说回港班次和乘客数量增加 输入个案可能都会增多 本港上个月初开始逐步放宽入境限制 先容许港人由外地回香港 过去半个月新增的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每日介乎十几至二十几宗 有专家说数据反映市民暂时不用太担心 那出现什么情况 当局要考虑收紧措先呢 但他说暂时未有抵港人士回来的地区 出现需要高度关注的相关病毒 今个月开始也有多九间隔离酒店陆逐转为指定检疫酒店 额外提供多4000间房 有业界说目前检疫酒店的房 尤其是中价位的房供应充足 就算放宽非港人入境 相信整体供应不会太紧张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到街市等地方了解民生和长者情况 他说同市民接触感受社会气氛很重要 对于何时重启政改 他说要等解决完所有社会问题 重申不是新一届政府优先处理的事项 发表政纲之后 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再次落区探访 下午来到天水围天恩街市展现亲民一面 了解街市行情第一站经过生果档 又跟小朋友和街坊打烧呼 沿途被保安和传媒重重包围 有商户说很开心能够亲戚 真的和市民接触 看看市民现在的生活气氛是怎样 这个已经很重要 我感觉到大家很开心 很多街坊都表示支持我和我揮手 有些又和我拍照 有商户说很开心能够亲口向李家超表达诉求 有市民希望李家超将来成为特首 仍然要多些落区聆听民意 对于立法会议员迪志远认为政府推动政改 都是限制责任 李家超重申这个并不是第六届政府 优先处理的事项 选委之一 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就相信李家超会有自己的时间表 正正在疫情当中 社会上还有很多议题是重要的 还有第三条立法 这个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这些议题都是重要的 所以说政改这个 我相信是不是也需要即时呢 还是还需要一些时间呢 我相信后任行政奖 他要去盘算 李家超下午也先后到访沙田一个 乐陵科技中心 和泰和乐群社会服务处 李家超又说有长者义工向他反映医疗劝的重要性 如果他当选他会要求相关部门做多些事 也都认为社会方面政府要继续努力 无线电视记者郭荣欣报道 食卫局前局长高英文说 在本港仍然未清零的情况下 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疫情必然会反弹 立法会议员陈海恩促请政府 尽快推行全民强制检测 以至可以尽快和内地免检疫通关 本港上个月下旬起分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首阶段恢复晚事堂食 全国政协委员食卫局前局长高永文说 放宽一定会有反弹 我们现在是没有清零的 在一个未清零的情况下 我们的社区里面仍然都有一些传播链在 所以在这个时候放宽社交隔离的措施 肯定是会有一个反弹 而社会上也都有不同方面的声音和需要 甚至是压力是需要放宽一部分的社交隔离的措施 这个我是接受也都认同是有这样的需要 他提醒香港不可以跟随西方国家的做法 豁免戴口罩 他强调一日疫情未结束 口罩仍然是生活的一部分 他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都认为 现在是时机做全民强制检测 如果你说几百个这样的情况都不是一个时机 那几时才是一个时机呢 这是一个手段 希望达到结果是可以清零 而清零其中一个很重大的条件 就是我们的通关条件 如果我们仍然是说我们纯粹是 就是由五位造治回落到三位造治就停了 有去自然去回落 但是你一日不清零 大家就会问那你怎样去通关呢 他认为政府应该保留现有的风冲医院 并且加以善用 例如接收外地回港人士作为检疫用途 无声电视机在何曼君报道